再來在AB當中 有一個內部的分點 假設這個內部的分點叫做P好了 這兩段長度比 叫做NB上N 那P點坐標 我們可以利用分連公式把它寫出來 分模式比例相加 分子是交叉相乘N倍的A 再加上N倍的B 來 所以這個請你先幫我把它填進框框裡面 可以 好 這是第一個 其實會使用到分連公式 除了素線上的坐標可以用之外 在一個圖形 比方說T形裡面 它一樣可以結合類似所謂的相似型來做處理 所以如果今天上面這段長度叫A 底下這段長度叫B 中間有一個所謂的中線的部分 來 這兩段長度比 如果一樣叫做NB上N 來 中線的部分 我們也是可以利用分連公式 分連公式計法都一個計法而已 分模比例相加 分子交叉相乘N倍的A 再加上N倍的B 好 一樣 這個幫我填進第二個框框裡面 不過你記不記得 從高1到高3到目前為止 學過分連公式的地方 除了素線上之外 除了T形的中線之外 還有那個地方也有學過中線 來 所以請你在旁邊 這裡好像有第一個 第二個 你幫我把這張圖的推論寫一個1 旁邊再幫我寫一個2 來 我們還有一個圖形也是會使用到所謂的分連公式 但是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在平面向量 不是平面向量 只要是向量 不管平面還空間都一樣 今天如果這裡有一個內部BC線段上有一個點D 一樣 這兩段長度比 如果叫做N比上N 使用到的這個方式 也是跟分連公式是一樣的 來 AD向量寫出來 如果想要透過AB向量和AC向量進行線性組合 分母一樣是比例相加 分母一樣是比例相加 分子交叉相乘 所以這一段CD的比例就要乘上AB向量 這一段D的比例就要乘上AC向量 交叉相乘 所以是N倍的AB 再加N倍的AC 所以從高1到目前為止 我們學到的分點公式呢 大概比較常見的就是這三個 分點 你會發現老師 你的圖好像都畫在內部 那個分點要求的座標 要求的長度 都是內部的一個 所以這個我們給它叫內分點的公式 你說 萬一我要問的是外面的一個分點 或外面的長度怎麼辦 你就把外面這段假設位置數 做法跟內分點公式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不管是數線上的座標 梯形裡面的中線 還是向量的線性組合 都一樣可以利用分點公式在記憶 再講一次 分點公式計法 分母比例相加 分子交叉相乘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絕對值不等式的形態 前面三個你應該很熟悉 所以我不多做說明 不過第二個 底下的第二個 這個我稍微講一下 一般來講我們會說 x如果借在 x減掉2分之3的絕對值 如果今天我說它小於等於2分之5 當然可以直接把絕對值拆掉 這裡拆掉之後 x減2分之3 就會借在正負2分之5之間 每一箱我都幫你加上3分之3 所以這裡變負1 小於等於x 小於 這裡加下2分之3 小於等於4 一般這樣子做下來沒有問題 不過真正口試它會問的是從這邊這樣子問回去 如果是從最底下這樣子問回去的話 那我們就只好做一件事情好了 我直接把這個數線的範圍把它畫出來 它是要從負1跑到4 這個範圍是題目所給的不等4 一般這種東西因為你必須把它寫成 一個點到什麼數的距離範圍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來看 如果我把4跟負1這兩個點的終點 叫做3分之3找到 那你會發現在紅色這一段的每一個點 到3分之3的距離 是不是一定都會比端點到3分之3 小於等於5分之5簡單講 這個數線畫出來 在數線範圍內的每一個點到3分之3的距離 一定都會小於等於5分之5 所以我們這個做法 第一個你先把數線範圍畫出來 第二個找到終點之後距離求出來 自然這個不等4就可以寫出來 當然它有機會會再做其他的問法 比方說把它改成x加上1的絕對值要小於等於b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幾件事情 比方說把3分之3改成1 這辦得到 兩邊同時乘2分之3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兩邊同時乘2分之3 式子會變2分之3的x減掉1 小於乘2分之3 所以結果應該是3分之5 所以比較一下 外面這裡OK了 裡面這裡是加1 這裡是減1 所以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絕對值沒有辦法 在外面乘上一個負號 把負號移進來 唯一能夠讓裡面的負號 自己變成正號 只有一招 就是絕對值裡面的數字 自己進行變號 所以這裡 這個al值自然就是3分之2 OK 我們直接實際看一個題目好了 底下有一個 他說x戒在-2到3之間 x如果戒在-2到3之間 請你先幫我在底下解答到這個色塊 幫我把它的範圍畫一下 這種題目一定要把數線畫出來 -2到3之間 一樣數線範圍它是小於戒在中間 那你就把中間這一區把它塗色一下 這裡畫完之後 再來找終點3跟-2 終點應該是1分之2 距離呢 算一下就是2分之5 所以第一個把數線畫出來 第二個找到終點 第三個動作 自然就可以算出最長距離 好所以從這張圖 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範圍內的每一個點 到2分之1的距離 範圍內的每一個點到2分之1的距離 都要小於等於2分之5 都要小於等於2分之5 所以寫到這邊應該差不多了 來看題目實際上要問什麼 第二部講愛上已經幫你寫了 所以你直接看黑板就可以了 最要問的是 Ax-b的絕對值 然後他說這裡是要小於等於5 好 所以這應該沒有問題了啦 能夠寫到這裡已經算是蠻厲害的 不過人家好像不等式的 右手邊要5 很顯然的是 兩邊都要乘上2 兩邊如果乘上2 你應該很自然會寫到 2x-1的絕對值 效率等於5 好 但是 人家如果是要問A加B 這裡你說 我知道A的值就是2 B的值就是1 所以2加1 就只有這個答案3 有沒有問題 當然會有問題 因為講過一件事情 絕對值裡面 數字是不是可以自己進行變號 所以請你特別注意 除了可以寫2x-1的絕對值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2x-1的絕對值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 所以隔壁的部分 好像幫你把它寫出來 乘進去 一個是2s-1 一個是-2s-1 請你幫我把這兩個 用陰光碧刷一下 有了齁 除了2s-1之外 還有一個是-2x-1 所以人家要問的A加B 這兩個值 當然一個是3 一個是-3 出來會有兩組答案 這個如果是選擇體 的確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如果是選填體 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選填體 到底會有幾個答案 那格子應該畫出來 你一看就知道了 對嗎 除非它是填正-3 讓你知道一下 再來看第三個 絕對值的不等式 這樣好了 順便幫你整理 從高1到高3 我們目前所學的不等式 除了上面所列的三角不等式 這樣好了 我先幫你把三角不等式 介紹一下 一般來講 這裡會有一個s絕對值 另外一個是y的絕對值 另外一邊是兩個相加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裡的不等式 是要怎麼寫 我舉幾個數字好了 如果這裡是2 這裡是5 這裡2加5 當然沒有問題 出來值應該是相等 如果今天這裡是-2 這裡絕對值裡面是-5 這裡絕對值裡面就是-2加上-5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出來是2 再加上5 這裡的值是7 兩邊 是不是還是一相等 再來如果今天這裡是-2 這邊只有5 這時候你會發現 絕對值裡面剩下5-2 所以你有發現 這裡是2加上5 應該是7 但是這裡只有3 所以應該是大於的關係 再來如果今天後面-2 也是相同的寫法 我就不寫了 萬一這兩個數字裡面 有一個值是0 比方說這裡寫0 這裡寫-5好了 我刻意寫-5的是可能影響會比較大 因為如果是正的 都是正的 這比較沒有問題 來0跟-5 如果絕對值這樣性行相加 這也是0減掉5 絕對值兩邊依然還是相等 所以這時候我們大概會有感覺 原來這兩個相加跟它的關係 不是大於就是要等於 好這是第一個 不等式確定之後 那接下來你關心的是 什麼時候會有等號出現 什麼時候會大於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列了這麼多的式字 這兩個數字要嘛一個是0 要嘛兩個同時正 要不然兩個同時負 或者是這兩個一正一負的情況 這時候你會發現 大於好像只有一個情況會出現而已 就是絕對值裡面的這兩個數字 一正一負的時候 才有機會出現大於 其他不管是兩個同正兩個同負 還是兩個數字裡面至少一個0 這三組狀況 都是這兩個相成大於或等於0 不過一般我們從以前學到現在 你會發現 我們再處理一些不等式 最喜歡找的特例 不是特例 就是最喜歡找的狀況 是在等號出現的時機 所以底下有一個討論 請你幫我把它畫一下 大於等於什麼時候出現 第一個 S的絕對值加Y的絕對值等於 S加Y絕對值的時候 那你幫我把這個狀況畫一下 這個也在考試裡面 很喜歡問的一個狀況 SY兩個相成要大於等於0 其實有人問我一件事 老師問什麼這個叫三角不等式 好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原本式子是這樣子寫 我直接問喔 今天如果有一個A相量絕對值 一個B相量絕對值 這邊有一個是A加B的絕對值 那你覺得這兩個相加 跟這一個關係應該怎麼樣 如果我直接用圖形來看 這一個叫做A相量 這一個叫做B相量的話 那最後我抓頭抓尾的這一個 是不是就叫做A加B的相量 相量掛絕對值表示長度 所以這一個叫做誰 這一個就是這一段A相量的長度 這一個B相量絕對值 就是這一段B相量長度 這兩個相加掛絕對值 就是這第三邊的長度 來我畫一個三角形 你有什麼感覺 兩邊之合 是不是一定大於第三邊 所以兩邊之合 如果一定大於第三邊 那你就思考 如果它不是三角形 是不是等號就會出現了 比方說 今天我的A相量往這邊 我的B相量往這邊 所以A加B當然就是跟它同向 兩段直接加起來 長度剛好完全一模一樣 是不是就有機會等於 你會發現這個式子 跟它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這個式子的技法 我們是利用三角形的長度來做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不等式叫做 三角不等式 是這樣子來的 知道OK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那你會問的是 這個三角不等式等號 什麼時候出現 好 很簡單 三角不等式 如果等號要出現 是不是這兩個相量要同向 對嗎 這兩個相量同向 表示假角是零度 你可以這樣子想 這是第一個等號 第二個是 如果今天其中一個相量為零相量 長度也是零 是不是一樣這個等號也會出現 所以這個結果 其實跟它是有點相像的 有點像你看 你可以把它想成兩個 如果都同向 有點類似兩個都大於的感覺 其中一個是零相量 是不是有點類似相成等於零 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這樣OK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記 所以請你幫我在這個不等式旁邊 因為它竟然寫了三角不等式 來 這樣好了 你幫我在旁邊 整理寫一個KEY好了 我們所學過的那麼多個不等式 來 從高一第一個 碰到的是這一個 S加 S絕對值 加上Y的絕對值 大於等於S加Y 好 這是第一組 再來另外一組 這兩組 通通都可以把它叫做 三角不等式 其實在相量的課本裡面 也有提到一般的 像科系不等式 跟三角不等式的比較 其實都是在說明這件事情 來這裡A加上B的絕對值 這兩組都叫做三角不等式 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我們在高中還學過的 蠻經典的一個不等式 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 一個叫做 算幾不等式 再來第三個 除了算幾不等式 算幾不等式 如果以數線上的幾何來解釋 它是辦得到的 所以這個不等式也蠻重要 還有一個在相量裡面學到的 一個叫做科系不等式 多項函數的二次不等式 我就不寫了 多項函數的那種 什麼二次不等式 我就不寫了 因為那個你應該比較熟悉 可能你比較容易搞混的 大概是這三個 三角不等式 不管是以數字來看 或者是以相量來看 也都可以 第一個等號成立的時機 我就不寫了 第一個等號成立的時機 這個剛剛已經寫過了 再來第二個 這個我可以幫你寫一下 等號出現的時機 等號成立的時機 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的時機 大概有一種狀況是 兩個相量同向 A B同向 A B同向 第二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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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至少一個為0相量 A B至少一個為0相量 所以的確是辦得到的 的確是辦得到 來算幾不等式 等號成立的時機 這你應該很清楚 等號成立的時機 就是你的A跟B相等 好 科系不等式 等號成立的時機 就是分量乘比例 我就不再細寫了 因為這些定理你應該都很熟悉 所以我主要是幫你把 比較常使用到的這個性子 幫你特別挑出來 到時候你再複習 應該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整個看完之後 再很快幫你複習一下 科系不等式的使用時機 還有算幾不等式的使用時機 只要你在處理題目上 應該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應該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你們知道嗎 你們好像又可以聽到社會組的科系 有一些社會組的科系好像今年 我不知道是去年就改怎麼樣 我今年看了一下 好像裡面有一些科系 它最後它是採集數假 我忘了好像不知道哪一所學校的經濟系 它是看數假 然後有一些好像類似 地理系理論上應該是社會組的嘛 對吧 但是因為地理裡面有一些 它會牽涉到是跟測量有關 所以好像有一個 我忘了不知道哪一間學校 它的地理系它有分兩組 一個A組一個B組 其中一組看社會組 其中一組看自然 就是一組看素衣 一組看素甲 好像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個其實會跟它科系有關 就是跟它上課內容有關 理論上如果跟測量有關的 那個科系應該是要跟素甲比較相關 因為它會牽涉到三角函數等等的一些狀況 甚至是一些軟體或資訊電腦的一個應用 那如果今天只是單純的做一些地理思潮 或是跟統計有關的 那當然就是偏素衣 所以那時候你在選題人科系的時候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為什麼有的科系 有的學校要把它分成兩組 是因為真的會跟課程是有關係的 OK 好了 這邊 這裡等號成立 這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算計不等式 你還記不記得 算計不等式等號成立 為什麼只寫A跟B 因為你們目前只有提到 兩個相加除以2 大於等於兩個相成開根號 所以算計不等式的形態寫出來 要嘛兩個相加 要不然就兩個相成 相加跟相成的關係 直接利用算計 另外一個 如果是科系不等式 科系不等式的形態把它寫出來 它是利用項量導出來的 A1平方 A2平方 再乘上B1平方 加上B2平方 大於等於兩個相量 兩兩累積的完全平方 A1B1 再加上A2B2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有一個相量A1A2 後面有一個相量B1B2 等號出現 等號出現 就剛好這兩個相量 互相平行的時候 這樣OK 平行表示前後兩個相量 應該是分量乘比例 分量乘比例 這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你要特別注意 算計不等式 今天你要把它寫出來 這兩個要能夠做比較 這個值恆真 所以表示這兩個相架值 是不是要恆真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根號裡面的值 它也要是正的情況之下 所以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算計不等式 我們曾經講過 A跟B這兩個數 一定都要是非負的時數才可以 非負表示它是正的之外 也可以是0 這樣OK 就它是不能負的 那科系不等式 因為它是利用項量來進行推導的 項量本身每一個分量 可以正可以負 所以科系不等式的限制 你只要分量是時數就可以了 這樣OK 就算你的分量是負的也無所謂 這再提醒你一下 這三個不等式 再來看底下有一個蠻經典的例子 它現在說